嗨,大家好,我是B超市小莫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B超市的故事 今天下午呢,来了一个女士 她今天呢,是要来做复活的超生检查 她今年30岁了 最近几个月呢,她发现她的月经不规律 而且出血量很大 可是她说她平时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疼痛感 她也没有任何手术史和家族病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她去看了家庭医生 医生建议她来做一个复活的超生检查 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些症状 一般复活的超生检查 我们会主要检查这几个器官 膀胱 子宫 两个卵巢 舒软管 还有子宫附近的区域 那么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这位患者的复活 看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月经的异常呢 大家觉得B超呢就是黑白的 黑乎一片也看不出什么是什么 其实呢看B超很简单 黑色的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液体 灰色的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 软组织肌肉等 说白了呢 黑色就是液体 灰色啊就是肉 这样说呢就简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患者的片子 我们刚说了 黑色的呢是液体 这个区域就是膀胱 里面也就是尿 它的下面呢就是子宫 我们要量一下子宫的大小和形状 中间这一条呢是子宫的内膜 要量它的厚度 还有左右两个卵巢的大小 最后再看一下子宫附近的区域 有没有自由的液体 有没有异常的物体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腹部检查 我发现了一些异常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比较一下这位患者的子宫 和一个正常的子宫 对就是这里 黄色箭头纸的地方 有一个椭圆性的物体 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 那这个是什么呢 结合这位患者的病例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是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复刻病 月灵器的女性患这个病的几率 大概是20%到30% 尤其是黑人女性更容易得 如果你有家族病史 比如说你的妈妈 或者姐妹得过这个病 那么你患子宫肌瘤的几率 大概是40%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子宫肌瘤的来源是子宫的肌肉 原本平滑的肌肉 被纤维状的肌肉所取代 它是一种良性的肿瘤 形成的原因目前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它和女性体内的荷尔蒙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更年期以后 体内的磁性激素减少 那么子宫肌瘤也有可能会随着变小 相反来说如果怀孕的话 体内的磁性激素上升 你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随着变大 产生一些问题 这一点呢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子宫肌瘤会引起哪些症状呢 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子宫肌瘤是没有任何症状 如果有症状的话呢 一般和它的大小 还有它生长的位置有关 子宫肌瘤可能会长在子宫的任何地方 主要呢 有这三种 第一种是降磨下的肌瘤 它是从子宫基层往腹腔生长 也就是往外生长 第二种是粘磨下肌瘤 这种是往子宫内长 最不常见 还有一种是肌肉层肌瘤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可能会往里 也或者往外长 子宫肌瘤也可以通过一条筋地和子宫连接起来 或者依附于附近的韧带或者器官 如果粘磨下的或者肌肉层的肌瘤长得太大 入侵到了子宫的内磨 最常见的症状是流血过多 月经频繁 月经不归率 如果是降磨下的肌瘤 通常症状不太明显 可能要长到相当大 压迫到附近的器官的时候 才会出现症状 比如说肌瘤长在下部 靠近大肠直肠的地方 如果肌瘤变大 会挤压肠子 造成肠阻塞 变密 如果变大的肌瘤在子宫前面 靠近膀胱的地方 它会挤压我们的膀胱 但会造成尿贫 解尿困难 如果在子宫上面的肌瘤慢慢变大 我们会在腹部 可能会摸到肿块 还有一种情况 是由于肌瘤的变大 子宫整体也跟着变大 那它会挤压我们后面的柱神经 造成腰底不痛 腿痛或者睡中等 接着我们要说一下以下几种情况 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怀孕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肌瘤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体内的雌性激素会上升 肌瘤也会随着变大 它会需要更多的供血量 如果供血量不足的话呢 它会发生红色变性 同时半有发烧 还有疼痛 另外子宫肌瘤也会引起 不孕 早产 产后出血 等等症状 所以说在怀孕之前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子宫肌瘤 还有子宫肌瘤的大小和位置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患者 这位患者的子宫肌瘤 是粘膜下肌瘤 你可以看到正常的子宫内膜 在B超上去看 应该是一条尺线的 而这位患者的子宫内膜 因为肌瘤的生长 被解添移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月经异常 出血量大 我们发现肌瘤后 一般会记录下 它的大小 形态 位置 数量 还有供血 这样有助于 下一次复诊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同一个肌瘤 看看它有没有大的变化 而且主治医师 也会根据这些 来做出更加明确的评断 如果被检测出子宫肌瘤 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因为大部分的子宫肌瘤 是不需要治疗的 如果没有症状的话 医生会安排定期的复检 如果你的症状 严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比如说每次来月经 经血过多 你都要去请假 或者因为皆有挤压 让你经常去厕所 或者排便困难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做一下检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每周定期更新 如果你有对B超的疑问 或者对视频的建议 请在屏幕下方留言 下一周呢 我们要为大家讲讲 憋尿的询问 为什么去做B超之前 要喝很多水憋尿呢 到底喝多少水合适呢 什么时候喝呢 这些问题 我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我会教您憋尿的小学窍 保证您下次去做B超的时候 不会再因为憋尿而烦恼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啊 谢谢大家